大家好,我是胖嘴妹妹,好久不见 哎哟,你们不知道现在有多不敢面对这个相机 不敢看镜头里面的我 我真的觉得我还挺有勇气的 因为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 你们也好久没有见到我 一见我,当当,素颜 有没有被吓到 那今天视频的主题呢就是 get ready with me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这个主题了 嗯,准确的说,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那我正好呢,想借这个主题 跟大家边化妆边聊天 然后顺便聊一下 我最近都干什么,在忙什么 为什么好久没有更新视频 好像放弃了我的美妝试验 alright,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吧 有一个那个类似于白斩堂的这个刘海 看没看到 是我用来修饰我的宽宽脸的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两点了 我早上起来已经做完了 沉洁那个护肤 但是我觉得要上妆嘛 所以脸还是有点干 我打算用这个大葡萄水 然后把脸给喷一下 顺一下 哇,有点冷啊 喷完有点冷 真的,我作为一个北方妹子 现在在上海 我感受到了你们所谓的南方的寒冷 那今天上妆第一个步骤呢 我要交给我的眉毛 就是我要修一下我的眉形 给你们看我的眉毛 上次修呢还是过年之前 就上面那个小杂毛啊 后面眉尾啊都已经杂草丛生了 所以我今天要好好的给它修理一下 其实修眉毛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技巧吧 我的就是因为我的毛很少嘛 然后大概固定了这样一个眉毛的形状 我的眉毛之前有做过那个韩式半永久 但是就是失败了 你们看这边 就它只是一个矿 然后中间是空心了 就很丑 然后这边呢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基本上它的颜色都已经掉光了 那我现在修眉毛呢 就是按照这个眉形 把杂毛给它铲掉就可以了 好了,我刚刚整个人都focus在我修眉毛上了 眉毛已经修好了 那下面呢正式的开始化妆 我刚刚底妆第一步肯定是primer 今天用的呢是我新开的一个Laura Mercier的Foundation Primer 之前应该是在我17年刚开始开channel的时候 我曾经就几乎每个只要化妆的视频 我都有给大家推荐过这个primer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但是18年呢我舍弃了它一年 因为想尝试一些更多其他的产品 这不那些东西用完了吗 然后发现我还囤了一瓶这个 就把它打开用吧 那说起来时间还过得真的挺快的 现在已经2019年了耶 不知道大家年过得都怎么样啊 是不是都已经吃胖了呢 好,接下来呢就要上Foundation 今天用的Foundation呢就是 这个Dior的小奶瓶 这个小奶瓶已经入手了有半年的时间了 但是我连它包装都没有拆开 然后前几天一直躺在我的那个储物柜里面 然后我再给它拿出来想说 尝试一下吧 给你们拉近看一下我最近的皮肤真的不咋地 就是这边长了小红斑 然后当然这些质就是常年都会有的嘛 好,用之前呢先给它摇一下 Oh my god 啊,它喷出来了 啊,好生气啊 我先给它搞到手上不要浪费 我发现好久不录视频真的会有点陌生 说着说着自己就会变得非常的害羞 其实这个粉底的就是它的延展性还不错 就很好的就能给它推开了 然后遮瑕度其实就是medium 没有很强的一个遮瑕 还OK了 修饰肤色呀 这些不均匀还是修饰的不错的 我觉得不如我边画边聊点你们感兴趣的话题吧 我的subscriber们 你们对我可能有一些疑问 哎,好久没有见你的视频啦 怎么回事啊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呢 沉溺了一段时间 就因为生活工作上有一些变化 然后一直在适应新的环境 适应下来了之后呢 人就可能也会变得有点懒惰哦 哎,怎么说呢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channel 我没有好好的去维护 我没有好好的跟视频给大家 下面我正儿八百的给大家聊一下 我18年都在干些啥好了 18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年吧 因为如果你关注我很久 你会知道我之前是在美国生活的 就是17年初的时候吧 我才开始做youtube 然后发了我第一支视频 当然那也是很青涩的了 然后做youtube呢 也都是因为摸索一边学习在做的 我从来没有把youtube当成我一个主页去在做 一直都是我一个兴趣爱好 这样伴随着我的生活 这样开始起来的 然后在18年呢 我四月份的时候就回国了 就是开始在国内工作 然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的channel的视频量大幅下降 好,故事我们慢慢的讲哈 我刚刚把粉底拍完了 然后下面要做一个定妆的步骤 定妆因为我最近非常非常爱用的这个一大饼 我买的是一个便携装 真的是重藏了很久 我终于把它下手了 拿下了 其实这个便携装的size 我觉得已经非常够我使用了 它里面会送一个粉铺 然后就这样拍一拍 给的脸定一下妆 定完那个皮肤 就是那种雾面还嫩嫩的感觉 太美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的心头啊 如果哪天我也录爱用品 它绝对是首当其冲的 好了,我接着刚刚的故事跟大家说 我去年四月份回国之后呢 可能在家休息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吧 然后我就搬到了上海 然后开始我新的工作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可能在美国待久了 然后你突然回国 然后要马上适应中国的这种社会环境当中 你会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所以我开始工作之后呢 真的是全身心百分百的投入到我的工作 还有社交 还有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 所以理所当然也就导致了我对我自己兴趣的部分 可能就是美妆啊 还有更新视频啊 做这个channel啊等等等等 我对这方面没有投入什么精力 好,接下来呢我要上一下腮红 腮红我用的是NARS的这一个高潮这个色号 这个其实是一个小样 是我之前在Sephar买东西它送的 虽然它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把它用到铁皮 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 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入它的正妆 我等会儿呢晚一点的时候 应该会再给大家录另外一支视频 因为我在家囤了好多的空瓶 还没有给大家录 想说趁着打铁给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今天的妆应该就是一个 以怎么说上镜为主的这样一个妆吧 好,接下来要化眉毛了 眉毛用的是这个NYX的这一根眉笔 应该是我2017年年都最爱用的 有点惭愧,2018年没有来得及 给大家更新这个主题 不过如果你们还想看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刷弹幕告诉我 我会录的 你们看我多爱这支眉笔 这事真的是扭不出了 扭到头了 最后这么一点点我一定要给它用光 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 哎呀,一边画一边继续跟你们分享哈 哎呀,我刚刚说到哪了 哦对,有心无力 因为上班就是周一到周五 每一天高强度的工作 然后有时候还要加班,还要出差 然后好不容易到周六周日了 就很想休息,真的是整个人一个大自行 躺在床上,非常想放松一下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会想到好的idea 突然想录一个视频 然后发现,天哪,录视频setup 整个的这个步骤就很繁琐 因为我要画一个好的妆容 然后想想视频里面内容要讲些什么 就想想拍摄啊,想想后期这些等等等等 就,哦,好烦 整个人就真的没有力气 就没有那个冲动,也没有那个动力 比如说从床上爬起来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其实我现在想想呢 那段时间我就是没有把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还有我的兴趣 这三个点完全的平衡好 有时候当我觉得忙不过来啊 心理交错啊 哎呀妈,累的不行了 就这种时候我就完全的剥夺了我的兴趣 就说OK我就放弃了这个东西我就不去做了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哎怎么说了说了有点像自己的粉丝大会啊 好奇怪 好了,眉毛画好了就先这样吧 怎么样 这个高低差不多吧 我决定今天要用这个 这个呢是Venus Marble的一个眼影盘 大理石盘 其实他们家呢我买了两个盘 一个好像是叫,这个叫浪漫主义 这个叫拜金主义 你们先看一下这两个配色都超级美的 这个呢就比较那种黄黄的那种枫叶妆容 那这个呢就是那种紫调的 我一贯很喜欢的紫调的妆容 今天我还是用这一盘好了 哎,看到它我就拿了双十一 我也给大家录一个双十一的购物分享主题的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我好辛苦哦 录了整整的一个周六 最后呢我的硬盘出了问题 就我每次都是录完所有的视频 我会存到我的硬盘上 然后有时间我就去剪辑 然后我整个硬盘的数据就没有了 言归正传先把眼妆化了 然后现在先沾取这个藕紫色 轻轻沾一点 在眼睛这边做一个打底 这整个眼影盘的显色度还是挺好的 用刷子沾粉呢也是取得刚刚好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轻轻的沾一点 不然下手太重 接下来呢我还是要在我的眼尾的地方做一个加深 我现在就还用这个棕红色进行一个加深的一个步骤 然后今天呢我非常想试一下这个紫色的shamer的这种颜色 我先刷一下吧 我好像还没有用过 哇 也非常好看耶 就是那种紫色的珠光 还不错 用刷子沾一点 然后叠加在眼尾的三分之二的这个地方 开始往前这样轻轻的推 而且我觉得这个珠光颜色还挺好看的 它不会显得你整个眼妆特别夸张 日常用也是OK的 接下来呢我打算直接用手好取一点中间的这个亮片色 打在眼睛前面的这个地方 哎呀妈呀 刷下来了 天哪我刚刚犯了一个错误 我刚刚相机没电 我换了个电池之后 我开机直接开始录了 然后我把这边下眼影画完了 我才发现我没有按开始按钮 那幸好我这边还没开始 那下眼影呢我还是会用这个棕红色的颜色 然后就画眼 从眼尾开始往前画 画到眼球的后三分之一的这样一个位置 同样呢还是用这个刷子 我会占取这个最深的这个深棕色 然后画一个眼线 上眼线和下眼线 就从眼尾的三分之一处往外 这样轻轻戴一下就好 因为我一会儿还是要用眼线笔的 所以这一步呢只是一个 做出了一个比较加深眼睛的这样一个动作 因为我的眼睛实在是太小了 那我通常画下眼线呢 会和上眼线有一个交汇的地方 然后那个交汇的地方呢 我会这样隆重的 就是给它多一点颜色 然后让我的眼尾可能显得更深邃一点吧 然后可以放大一下整个的眼睛 没办法这就是眼睛小的苦恼 当当化完了 哎呀一开始认真化妆 都没有办法跟你们继续分享我的故事了 我的工作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行业 做的事情呢 就是每天我会富有热情的去上班 每天感觉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就这种工作让我觉得 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虽然忙 但是觉得每天都过得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义的 然后觉得自己的能力呢 也不断的在增强专业知识呢 也越学越多 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下面呢要把眼线给换啦 眼线笔呢 我用的是这一根最近的新宠 已经快把它用干了 是国货 是You Kiss的 这一个棕色的眼线叶笔 叫灵某娃娃眼线叶笔 我就是在他们的天猫 还是什么淘宝的旗巾店买的 反正非常便宜 大概就二三十人民币一根吧 就超级无敌的便宜 但是超级无敌的好用 我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眼线叶笔 你们看它的笔触超级的顺滑 为什么不能聚焦 真的超滑 然后我用的呢是深棕色 它的笔头呢是那种海绵头 不会像那种毛刷头 用久了之后那个毛帽会嘶 会这样岔开 这种海绵头它永远都是凝固在一个点 所以你很好控制它的粗细程度 你重一点就很粗那你轻一点的就比较细 我现在妆容呢有个很大的改变就是 我画这个眼线的时候 我不会画整条线了 我就会画在眼尾的地方 就这样 做一个眼尾的这样一个加深 我一开始做这个改变呢 完全是因为每天上班呢 要节省时间 我觉得一切世界上的创新 都是来自于一个懒人的一个 动脑子的思考 接下来呢要把睫毛给加一下了 睫毛夹呢还是用的自生堂的这个睫毛夹 就是最近一年吧 我都没有换一直在用它 我觉得睫毛夹这种东西 我也没有必要说一直去尝试好用的 就是一个工具嘛 它能用你就一直用呗 接下来用的睫毛膏呢 就是这个 字已经被我磨掉了 是塔尔他们家的这一个睫毛膏 这个也是我之前在Sephora买 它那个大礼盒里面的一个中样吧 算是 反正不是它的full size 不过我觉得睫毛膏这个东西 也是要用很久才能用完的 也没有必要就是买一个正妆 除非你特别喜欢它 这个睫毛膏对睫毛这种线长 还有浓密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因为我是那种 你们知道是那种毛发很少的人 所以我的睫毛呢也非常的短 也很少 然后你这样刷一两下之后 这边的睫毛就会明显 比这边的要长要多 它会这样滋滋突出来这种感觉 对吧 画完了 好妆容最后呢 我就要画一个口红 今天要画的口红 厉害了 是在国内断货了 很久很难买到 但是是我前一阵 我男朋友回来过年 然后他从美国给我买的 这个小金条 然后买的呢就是最火的21号色 就是一个大红唇这样一个颜色 你们看到我嘴巴呢 最近是有点干的 我每天晚上都有敷唇膜 这样才不会起那个死皮 但摸上去呢 其实滑滑的 但是看起来唇纹非常的深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干的 这个口红我一直没有盖到 它的这个四边形的意思啊 我每次都是要用手去涂一下 会涂得比较均匀 好了涂完了 就是这个颜色 我涂的呢并没有非常的深 因为我是用手给它晕开的嘛 这样看的有一种那种桃花红的颜色 非常的春天 最后给你们揭秘的时间到了 为什么我今天要把头发扎起来 因为我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失误 就是我过年之前呢 我就刷那种insta的图片嘛 我就发现人家女生的卷发都好漂亮哦 于是乎我就去烫头发了 我就说请参照这几个卷发 给我烫一个卷发 然后她说OK没问题 然后呢就把我的头发先上了那种什么软化 还是干嘛那种药水就抹上了 抹上的时候她要卷那个夹子的时候呢 她就这样一边卷啊一边漫不经心的跟我说 我跟你讲哦 你的头发之前受损太严重了 所以呢你出来的卷度 肯定没有图片上出来的卷度好看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脸懵逼的看着她 因为我不懂什么叫卷度没有它的好看 然后她就说 总而言之不会变成你图片中想要的样子的 这个时候 我的脑门上就是三个惊叹好 我就想 我的Tony老师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啊总之 反正我和不满一线的发型 我也找不到 怎么让它变得漂亮一点 然后我头发这边发尾呢 你们也能看出来真的非常的干 我这两天就很想去剪头发啊 然后我一看手气看日历 我发现还没有出正月 我家那边呢 是有说法的 正月不能剪头发 剪头发就对舅舅不好 所以我也不敢剪 就你有这种毒事在 谁敢剪头发呀 不过我一直怀疑这句话啊 你们有尝试过吗 真的对舅舅不好吗 二十多年来 我一直遵守这句话 我舅舅也非常的平安健康 当然我希望她一切都好了 好啦 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 今天就要结束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个视频的内容 那里面我也分享了一些 就是其实说的毫无逻辑了 我就是想到什么在说什么 跟你们分享了我之前的一些心路历程吧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 我会更加努力的以后出更多很好的视频 很好的内容奉献给大家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2019年呢 能把频道继续做下去 然后能够通过内容 认识更多的小伙伴 我们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学习关于美妆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爱你们哟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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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h